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婷 欢迎在每周末 与我们一起共进财富大餐 7月的经济数据 已经是陆续出炉了 其中部分数据较前期呢 都出现了不同的数据 不同程度的回落 令市场对于下半年的预期 产生了一定影响 那么在这些数据当中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对于A股投资来说 下半年还有哪些看点呢 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 就将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进入到今天的财经风味 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大家好 我是陆峰伟 欢迎大家每周末 与我们共进财富大餐 我们将请您的投资 像烹饪一样有趣 让财富充斥您的味蕾 我们的节目同时在第一财经 和我的互动平台上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及时的收看 并与我们及时的互动 本周的市场是冲高回落 市场似乎下了台阶 本周在外部不断有风雨飘摇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了内部的经济数据 各方面出台 似乎有点差强人意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 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 对我们对未来市场的操作 和整个的判断 有什么样的意义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本期我们的标题是经济数据 你看懂了吗 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市场对经济数据越来越关注 对 涉容数据这个词 我印象里面大概也就是近半年 大家关注度很高 本周是所有的7月份的数据都出来了 我看了一看所有卖方券商的报告 总体好像都略差于预期 7月份的数据 因为考虑到从以往来看 我的经验是6月份 由于是货币比较紧 所以紧了以后 一般来说7月份开门红的 一般都是 那一般为什么7月份这一次的 整个经济数据各方面 好像都是有所下滑 小吴对这一块有什么看法 其实工业数据我们就先不说了 因为确实人应该来说差强人意的 另外一块相对来说较亮眼的是 在于出口这一块 出口 这一块可能是超过市场的 这样一个预期了 是为数不多超过市场预期 但是这当中确实也和4到5月份的 这样一个 我们说汇率的一个波动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整体如果出口量 是比较恒定的话 其实就是考虑那个 所谓的一个计价 对 所以计价是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 小吴在这里 我觉得又提出了一点 就是出口的数据的上升 很多程度上是和汇率相关 在我们和海外出现一些 经济环境上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汇率成为其中 非常重要的话 你们继续说下去 然后出口当中 确实也是存在着 我们这样一个 我们说中国的这样一个智慧 中国的智慧 你聊一聊 整个东门地区的这样一个出口 是出现了非常不错的 这样一个增长 因为我们知道 有外部的一个压力 对 所以这时候有一个 转口的这样一个贸易 然后加上来说部分的一些 我们说中低端的 这样一个制造的一个工厂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外迁 然后我们同时把握住 上游和这样一个下游 然后让中游这样一个环节 出现这样一个 我们说转移 所以其实这方面的一个因素 在叠加到和东门的 这样一个 我们说合作的这样一个升华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一块是有一定的 这样一个亮点的 所以从东门的角度来看 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 当年的这个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好像正在 越来越成为我们 在经济平滑过程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块润滑剂 我们在这里也列出了几个 我们叫一带一路 进入后周期性红利的时代 我记得我在之前 做过几期研报点经 其中做的最多的就是机械 机械里面的三一 我们看到三一 三一的整个一带一路的收入 越来越高 而且好像回款也蛮好的 同时我们看到水泥行业 工程机械行业 所以在这次好像是 对美国的出口是有所回落的 对 有所回落的 但是对欧盟和东盟 就是我们的亚非拉 好像这一关是比较强的 这一关未来是不是一个大趋势 我觉得其实我们看到的 确认的数据 刚才说到的是 欧盟 东盟是上升 美国是下降 但如果美国的 这个总的进出口数据 我们看到的是下降8.1% 但如果拆开来看 出口和进口 这分别看 我们出口美国的 下降的幅度并不大 只是下降的一个幅度是多少 2.1% 那说明我们的冲击好像还好 进口这一块下滑24%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出口价廉物美的一个商品 还是受到了美国人民的一个喜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的进出口的 总体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至少今年 这个进出口的数据 不会令我们担心的 从这一块来看 我们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贸易波动里面 我们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底气 那我想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经济数据 说完经济数据 我们来说说市场很关心的流动性数据 就是前这一块 摄融 7月份的摄融数据 也依然保持着比较紧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比较稳的一个状态 这个我觉得比较出人意料 因为下半年的经济 从目前来看 大家都知道是要有一些起色 我们都希望有一些起色 在这个时候 摄融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块 从这一次M2的增速来看 摄融的数据增速来看 都似乎不大于期 小吴对这一块怎么去看 其实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拆分的话 你会发现专项这一块是有拉动的 另外一块就是整个飞标的一个融资 它的一个我们说降速应该是比较快的 降速是比较快的 然后如果是展望在下半年 整个的一个摄融的这样一个情况 整个信用的一个层面的一个情况 其实也会让有一些 让我们不放心的地方 几点 第一个就是房地产 我们知道这次 在整个的一个信托方面的话 是在我们看到6月 6 7月份 开始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表态 对 我在这里补充一下 就是这一次的摄融下滑 里面的信贷的下滑 很多人说就已经是对房地产 出现了收缩所引发 因为房地产是大家知道 是最大头的 所以下半年如果继续 那么摄融看来总体的数据 你要大好已经很难了 是 因为这次我们的会议当中 它的一个提法相对来说 是更加严厉的 就是不以房地产作为 短期经济刺激的一个手段 这其实会很大程度影响 整个的这样一个信贷的一个数据 分两块 一块是居民端 居民端这一边 其实已经是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一个下降了 包括短期 其实现在消费信贷这一边 也是卡的相对来说比较紧 再叠加到一些外部的压力 可能会对于大家的 这样一种投融资的一个意愿 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下降 所以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我看到有大量的一个卖方 就是觉得可能今年的 这样一个涉融数据的 所谓的一个高点 可能就已经出现了 涉融的高点出现 而且我在这里再补充 我看了一下汽车的销售数据 好像也没有很大的起色 汽车销售数据 因为6月份有国五国六的 一个标准的一个替换的影响 所以当时6月份的时候 有过等于是有过爆量 因为销售商的话 当时大家有些感觉要来了 对这个我觉得是因为 受这个影响 所以7月份回落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正常的 那么至于刚才说到涉融数据 我觉得7月份今年的下滑 有一定因素决定的 我觉得6月份确实实际上 大家已经看到了 上半年的一个经济状况 是有点下滑 但下滑的幅度不是很大 但所以到了7月份的时候 大家都在期待一个重要的 经济会议的一个召开 所以在这个之前 好多人都在观望 未来下半年 那个方向在哪里 所以7月份相应的数据 有所收缩 我觉得也是属于正常的 所以接下来 我觉得是关注8月份 因为会议已经召开 方向已经明确了 那方向明确以后 那8月份的涉融数据也好 其他的一些数据 都非常关键 要比7月份更为关键 我觉得老渊刚才点出来 那我们就索性聊一聊接下来 因为从7月底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政治局会议来看 似乎整体更多的 还是偏向于定向 我们更多的看到是稳 看到是稳 而且要保持 我们现在叫什么精准低贯 那么现在我看许多卖方就说了 经济在这个低位徘徊的过程里面 期待下半年 更多的逆向调控对冲 因为我们是非常多的 都是用逆向调控 那么现在就是要拿工具篮子了 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很多降转 对吧 我们看到了更多的 刚才提到的像专项债 我们看到了社融数据的大幅度的上升 对民营企业包括科创版的各种推出 包括我们的降税降费 接下来下半年工具篮子里面 还有点什么东西 我们要去做一些预测 小吴先生来 首先就是说到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产业链 它所辐射的这样一个产值是最大的 最大的 现在可能短期来说 好像还看不到其他东西能够进行这样一个相关的替代 我们说科技你要立马去承接 好像在体量上面差距还是蛮大的 然后就是基建了 基建其实我们说上半年它已经占用了大量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占用了大量的这样一个份额 全年的这样一个份额 所以到下半年整个基建这一边 虽然有一个专项债 但是整体上来说 我们说对于整个实际的一个拉动作用 是不是像当时卖方测算的这么高 可能还要打一定的这样一个折扣 那么下半年我们说了 你要经济数据要略微有点起色的话 你觉得是从哪一块发力的概率更高呢 现在我们看到官方的这样一个提法 是包括支持进一步鼓励支持农村的一个消费 然后再叠加到我们看到的几块就是旧改 包括停车场冷链 但是其实这几块 相对来说整个体量相对较小一些 就一个旧改可能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占一个量 但是整体的一个量还是偏低 我个人感觉还是偏低 所以从小吴赖看 目前似乎还没有看到非常大的 现在就是在几块里面 旧改是比较确定的 我也看到了部分的企业旧改这一块有 但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上海的一家做电梯的企业 我看了看它的财报的情况 它旧改是有发力 但是我发现它旧改发力的同时 它的毛利是下降 我们能够理解旧改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这一块对企业来说 其实是比较累的 大家去想这些老工房装电梯 修电缆 这是个苦活 当然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苦活脏活累活 老原体的下半年 女人眼睛里面有些什么亮点 刚才说到的旧改这一块 我觉得确实要看着 尽管毛利率不是很高 但是对民生的改善 生活的一个改善是显而易见的 有些老旧小区里面有些老人 年纪都很大 你要爬电梯的话确实很累 而且里面其实很多老工房 其实隐患也已经不少了 所以这方面的一个改善 我觉得对民生的一个改善 是很有帮助 此外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 一个是汽车 7月份的一个销售数据的一个下滑 我觉得未来8月份 这方面的数据一定要关注 到底是不是仅仅因为 这个国五国六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替换 造成的前面充过量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像手机 5G这一块 我觉得手机的一个数据 7月份我们也看到是下滑 下滑也是很明显的 但这个下滑同样是有原因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5G手机现在要开始来了 但现在5G的手机品种太少 所以很多人本来要想换手机 那面临的5G现在还没有出来 那我肯定等一等 等一等看一看 所以周期差不多已经要到的时候 那这个面临的4G变5G的时候 它可能会等待一下 那这方面的一个数据 下半年我觉得也是要着重看的 所以我觉得消费这一块 尤其5G它的一个投资 链条本身也很长 那么等到5G落成开始 放号这个手机放号 那意味着接下来应用场景 可能会层出不穷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也许下半年 中间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还需要点时间 今天我们这期财富大餐的 主要是聊了经济数据 和大量的这个涉容的一些数据 总体来看似乎对下半年 我们认为是一个偏紧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最后回到市场的层面 我想我们刚才也聊了一些 我想最后有几个比较确定的 一些地方可以值得大家去做参考 我们还是希望从数据能够更多的落实到 操作和盘面 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旧改 旧改似乎是下半年最确定的一块 那么旧改相干的一些企业 我们之前也做过研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电梯也好 包括电缆的一些修复也好 这些是可以关注的 第二呢 汽车行业 如果房地产不敢去动的话 那汽车行业 不管拉得起还是拉不起 我想它下半年的政策会很多 一定会有很多利好 当然利好下去以后 有没有效果我们再看 但我想政策的利好 应该还会进一步的推出 那第三个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好像是在这个时候 你自己内部消化不了 那么有需要的地方推出去 所以一带一路相关在一些 周期机械的龙头里面 好像还可以继续的做 最后就是老原提到的 5G 5G的手机这一块 我突然间想到9月份 好像有苹果的发布会 对 华为的新品发布会 所以好像在四季度 可能会更多的 会有一些5G手机的东西 这几块 也许是下半年 为数不多的几个 比较确定的亮点 希望能够对你的操作 在冰冷的数据之后 带来帮助 本期的财富大餐就到这儿 更多的操作建议 我们放到风味信箱里面 去跟大家互动 好 进入本期的风味信箱 本期的风味信箱 更多的是针对市场的 那么我们在刚才 谈到数据背后 其实还有全球的数据 没有谈 本周还有一个全球数据 特别是美国的数据 还有美国隔壁邻居 这个我们也都知道 阿根廷 汇率出现了巨大的波动 反正我觉得我们节目 也可以聊一下 我们在三周之前 曾经谈过得盈的 当时的裁员的事件 我记得当时 我们最后的总结是 山雨欲来丰满楼 从两周以后来看 我们那一次的 不能说预测 我觉得警示的作用 还是有的 所以很多的投资者问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 外部的经济数据 所隐含的这些风险 对外围的事件的情况 怎么去看呢 这一块我觉得 可能更主观一些 老员对未来 怎么看这个 确实我觉得要警惕 之前我们说美债 短期债和十年期的 长期债倒卦 那么我们记得是周三晚上 对 两年期的 也跟十年期的贫水 其实去年的二季度 当时也有过这个单元 研究国际市场的舆论认为 现在这个两年期 和十年期的贫水 就意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意味着市场可能会有 大的一个风暴 而且这个风暴从历史来看还蛮准的 我看了几次都是这个引发 大家知道这种国债利率的倒卦 也就意味着避险的情绪越来越上升 而且我是看了巴菲特的中报的一些情况 巴菲特的现金持有这个比例 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这些数据呢 隐含的背后好像对海外的风险都要一时防范起来 小吴对这一块怎么看 整个的海外市场从目前对A股的影响 刚才我们谈的是海外 海外似乎警示的风险我们要有 对A股的影响我觉得还好 我们好像本周几次跌幅都比海外要小一点 很多人说我们的抗压性比较强 但是问题是人家大涨呢 我们长下去也比别人小一点 我们的抗涨性好像也比较强 到底这一块怎么看 因为很多事件都没有落地 都没有一个非常明朗的一个结果 这时候包括内部政策的一个调整 包括外部的这样一个压力 就会使得现在整个市场 可能陷入到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 这种迷茫反映在具体的一个盘面当中 可能就是比较有韧性吧 有韧性 涨的时候也不跟 跌的时候可能也认为这边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估值挖地吧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市场 可能进退两难吧 暂时处于这种状态 对 海外市场我觉得扑朔迷离 但我想多一个防范之心 应该是不错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很多人问到通信类的企业 因为我们在这里谈通信类的企业 也蛮多的 当然最近媒体也谈了很多 但是在本周三 我们看到市场高开以后 5G里面的PCB行业的几个龙头 我们说反而出现了高开低走的迹象 有部分还出现了中阴线 所以大家有点慌了 因为这一波现在好像是 油资也好 个人投资者也好 主阵地 大家觉得阵地有点 有点要松的感觉 这一块小屋比较熟 怎么看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短期的情绪到了一个高点 从几个迹象 第一个迹象就是说 整个PCB之前 我们知道领长的是护电 深蓝 加上后面的生意科技的副铜板 对吧 这一块的逻辑是非常强的 并且他们业绩是已经体现出来了 这一波涨完之后 其他PCB发现自己还在一个 非常低的位置 但这时候要注意 整个PCB行业当中 其实逻辑真正强的 只有和通信相关的PCB 其他如果是非通信相关的PCB 逻辑都是相对较弱的 但是这些落逻辑 在最近就是这一周时间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这种所谓的一个补涨 补涨 对 一般来说补涨就是出现在 情绪的一个相对比较亢奋的 一个高点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拉长周期看的话 情绪高点过了 当股价出现一定的这样一个调整之后 应该来说 整个围绕5G应用的消费电子 依然是可以进行布局的 因为我们知道 华为后面还有很多招 这次华为说 它是1加8加N 1就是手机 8就是包括平板 包括电脑 包括智能穿戴 包括运动健康 包括AR VR 智慧大屏 等等在内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体系 也就是说意味着 未来华为推出哪个 新的一个产品 市场就可能响应 那个新的产品 所以广度来说是有的 但是短期可能高度来说 暂时来说 看不到更高的高度 我觉得刚才小吴这一段点评 我觉得应该还是非常精彩的 对你的操作会有帮助 第一个就是短期不要追了 我觉得短期的热度 到了这个位置 要停一停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这可能还是最确定的 所以华为产业链中间的 核心供应的供应商 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我想都会是长期受益的 那么在这中间 你可以反复的去运作 市场没东西做 跌下来了可能还是他们 只是你在这中间 开始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波段 那最后有人问到 就是很多H股 最近的港股大跌 但是我们认为 港股的确实里面 和A股相关联的那些H股 大家应该去做一些重点关注 如果是一些高风红的企业 我觉得应该更重点关注 因为他们的风红比例 是一样的吗 如果股价出现很大的差价 那从价值的角度来看 他们可以去做关注 同时我们也提出 如果港股这一波的跌幅过大 也可能会适度地拖累A股 所以港股要起稳 那么我们有个底线 我们经常说港股是A股的底线 底线要稳了 我们再来谈空间 我们今天的风味形象就到这儿 仅供参考 进入本期的边学边转 我们在边学边转 还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些 实战性的操作的形态 本期我们要给大家教的是 茶杯口形态 这是在主力运作过程里面 经常会出现的 两种大小茶杯口形态 第一种是股价在缓慢攀升后 突发性假摔形成挖坑 在K线图上留下了 一个小的茶杯口 这是一种 之后再缓步回升的一种形态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 一种小杯口 大小茶杯口里面的小杯口 突发性假摔 形成挖坑 小杯口的形态出现的时候 一般都伴随着缩量 一个股票在缓步的上升图形里面 突然之间下来 在这个回落的过程里面 它必须要有缩量 其次 突破小杯口是 一般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 之前是缩量再突破的时候 就要有成交的放量 做确认性的突破 第三 小杯口一般都是小的油形形态 比较平底的 一般平底的很浅的一个杯子 连续阴阳线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 一般会有四到两周左右的时间 去形成这样一个小的茶杯口形态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大家看一下 图中这个阻力是非常喜欢 用这种小杯口的形态 图中股价在上升趋势中 多次出现小杯口 此时要紧密地关注成交 是否有极度的萎缩 并且在突破时是否形成放量 我们来看一下 这股票在缓步上升 缓步上升的过程里面 突然之间出现了连续的一次下滑 大概组成了两周左右的小杯口 大家看一个小杯口 在这个位置出现了放量突破 看到吗 一个缩量以后的放量突破 这个放量突破 在经过这根成交量以后 就有比较明显的突破的带量 之后横盘再上涨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小杯口 大家看每一次小杯口的阴线量 都明显地萎缩 然后再度放量突破这个杯口的位置 所以在小杯口的过程里面 大家注意 一般是在上涨的中段 出现缩量回调 两周到三周左右的时间 然后放量突破杯口 继续上扬 缩量突破杯口 放量再度上扬 这种图形在上涨过程里面 经常会被主力运用 我们俗称小的甲衰 这种一般来说 你看懂以后在放量的当天 可以做跟进 或者在缩量的过程里面 做跟进 也都可以 本期的小杯口的 边学边传的形态学 就到这里 本期的财经风味就到这儿 我们从冰冷的数据谈起 谈到了市场的一些确定性的机会 到最后谈到了海外市场 隐含的一些风险 希望对接下来的操作有所帮助 市场本周的指数是上窜下跳 老员对目前指数的波动的区间 目前是不是就是下了一个台阶 一个横盘 很有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目前情况下 就是高不从低的就 外面涨我们涨得少一点 现在外面点我们点得少一点 现在的改动也是